小熊戴着太阳眼镜要遮紫外线 我们的周围都有辐射 但是辐射吃进肚子里面可不好哦 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去逛超市 随意买三样日本食品去检测 我们没有刻意去买辅导五线式的食品 因为政府告诉我们 标示如果是辅导五线式入境台湾的 都会有中文跟日文标出产地 所以不用怕看不懂日文 但是你知道吗 今年初日本才发生了熊本阁的改标造假事件 熊本阁很大科很出名 价格高 但发生了无效商人进口成本比较低的大陆阁 撒在熊本海滩 一个礼拜后收成 就变成了熊本出产的阁 价格翻涨震惊日本社会 还让熊本县长出面郑重道歉 台湾呢 边境把关的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全国足足有能力 有期间检验室实验室 我们实地检测一次 让大家眼见为凭 我们在一般的超市买了日本海带 绿茶包还有银叶干 带去政府公布边境检验的双阵合格实验室 其中的轻打实验室 先用辐射仪器扫一遍 包装没有问题 都只是环境背景值 接着填写品名数量称重 装进干净的透明袋 隔离其他干扰员 好 我们已经从卖床买了三样 日本的食品 进来 然后这个是茶叶 日本茶叶 还有一叶干 还有这个海带牙 来到了政府公布的七家 全台七家的能够测辐射的实验室 这边是轻打放射性核种分析实验室 我们刚刚已经先用辐射仪器 在外包装稍微测了 是完全符合自然背景值的辐射剂量 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到实验室 我们请博士帮我们把这三样东西 陆续放到仪器里面来侦测 这里面是一个很厚的前屏壁 就是怕外界的污染 那我们减退在我们的样品上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拼 就是塑胶带一个包膜 以免污染到我们的增减器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里面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盖子给关起来 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半导体晶体在里面 然后它的准确率很高 对于伽马射程的准确率也很高 那它的结果就会呈现在这台电脑上面 好那等一下 它的这个剂量是多少 如果有一个很高很高突出来红色 就可能是有人工核种放射性的这个辐射线 那大部分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蓝蓝滴滴的矮矮的 这个是一个背景值 大自然我们环境的辐射的背景值 放进去15分钟之后 电脑荧幕就会显示出 是不是有人工核种的色134色137.131 这也是边境把关辅导五线式的三种辐射物质 好谢谢 这个是海带牙 好点色 都是 检测范围1000人 哦 没有 这份正式的检验报告 包括当初买的海带牙 绿茶茶包 还有花鱼一叶干 都没有验出色134色137和点131 真是好消息 可以安心吃了 但是你要知道 有一种辐射性很强的斯九石 半衰期达30年 并没有被列入检测 它容易蓄积在骨头 不易排出 还有增加骨癌的风险 检测费用更高 检验耗时更久 我们发现虽然没有 法定边境要检出的三种辐射物 但是都有甲刺石 海带每公斤140倍克 绿茶27.4 一叶干17.9 但是要数说 甲刺石是天然核种 不是核灾的人工核种 并不在规定的标示之列 事实上天然辐射 并不都是安全的哦 像是毒性很强的土 也是天然核种 一规定不用标示 露营的时候打了煤气灯 灯蕊 如果时候有它的Aer particle 它有那个颗粒状的 烟雾状的东西 你吸到肺部里面当然不好 这一箱都是天然放射辐射物 都不太安全 然后这个就是也是土 系列的 然后把它很多 说台湾人或日本人把这个泥土 烧成当作过滤器 滤水器 所以号称是有红外线 其实上次是天然的放射性 那这种红外线跟放射性 到底对人好不好 这个如果烧的不是很坚固的话 滤水的时候会吸湿出来 对不对 吃掉人体就好了 这个也是啊 号称不是很多的金箔 然后里面加一些土系列的 然后说怎么贴在我们的人体身上 会改变我们的能量 之类的增强能量 这个也是土二三二 结果是辐射 那土二三二到底是什么 是幼系列 幼那不是核子炸弹的幼吗 幼系列是稳定同位素 哇这个室内充满了辐射 看不到感觉不到 杨同龄是原能会的讲师 教授专业辐射仪器的使用 也是中华医疗科技协会 心脏雷射组长 日本福岛核灾的2016年 他曾经到灾区检测 像这是到离世故电厂 十多公里的大雄丁 坐在车上 空气中就有五点多的超高剂量辐射 正常背景值是 每小时0.2为西佛 高出了25倍多 一下子又降到0.2的正常值 为什么 因为车子开进了隧道 隧道是最佳的屏蔽效应 就像核电厂的围组体 能够隔离辐射 一出隧道之后 数值又高了起来 仪器又在叫了 这个最强 这个是水库 为什么那水库那么强 因为它汇集所有的污染物 落成完了以后 又雨水冲刷刷刷 会集中在水库那边 高污染的土壤 日本政府都铲到山上去了 用防辐射尘部盖上 山上的吸水还有水库 都有高辐射剂量 这个水库是整个封存不能引用 更近的栗木线 越靠近水沟盖 土壤和排水沟都能测出高辐射 好 那最大值 最大值是3.09 这代表说 这里面的剂量非常高 再用能浦仪来检测 可以看到是哪一种辐射 当离绿布盖着的污染土远一点 空气中都还测得到高剂量辐射 有没有0.2到0.5之间 好 色137出现了 除了核栽的人工核种色137 还有黄色柱状的不明辐射物 杨童林了解到的是 核栽区的农作物使用了一个方法 逃掉法规限制的色137和色134 他们很刻意地把农作物大量的施甲 甲肥 所以它把这个施甲肥 让这个植物大量吸收甲 它没有能力去摄吸收的人力 所以它种植出来的东西 摄就低 但是假非常高 被假屏蔽掉了 对 这就是刻意的逃避到法规 食物不能吃的就变成能吃的了 日本当地居民知道吗 居民很可怜的 所以居民有时候他们自己不吃 他们自己种的东西 那怎么办 到外线市买 让它可以外销 所以它去买外线市的东西来稀释 就像稻米来讲 譬如 我一公升里面有50倍克 的色 的色一讲 好 平均下来 对不对 一公斤多少倍克就已经超飙了 我把干净的稻米拿来 混在一块 分不变大 所以它出来 他们是不care它的转活度 他们care它的比活度 就是多少公斤和倍克 以下就可以卖 原始的supply 有没有造假 我们台湾不知道 所以 就拿干净的来混 有污染的 对 那这样子 每个人平均吃到的 这个活度 就低了 就降低了 但其实还是吃进去了 对还是吃进去了 哇 照这样讲 虽然测到色放射性很少 通过了标准剂量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 残酷的事实 今回の裁判では 隣国の6人のうち 4名は再発 転移をしています やはり私と同じく 行きたい大学や 好きたい仕事を諦めた人 癌ということを理由に 社員として雇ってもらえず 苦しんでいるかと思います また 私たちは震災当時もあった 避難者に対する差別があったこともあり その事実を人に話すことで 这是今年1月之后 核災、罹患、甲状腺癌的 其中一位上班族 在对东京電力公司提告的 記者会上挺身而出 但政府告诉他 你的病跟辅导核災 无关不赔 灾民们只好委托律师提告 由于1986年 車諾比核災之後 出現了大量罹患 甲状腺癌的兒童 日本政府依這個經驗 為福島縣30萬名 未成年人做甲状腺檢查 至今發現有近300人 罹患甲状腺癌 過去日本統計 一年平均只有3人罹患 災後的福島罹患 孩童 比過去多了數十倍 矛頭指向放射性点131 但它半衰期只有8天 因此災民的飲食狀況 是釐清爭議的重點 有沒有 而這個偵測儀器顯示的 輻射劑量包含著三種射線 不管是天然或人工輻射 α射線最強最毒 但遠離一點就好 因為一張紙就能屏蔽掉 β輻射線生物效應很強 生物效應指的是 細胞突變的快慢 但距離遠一點就好了 穿透力最強的是γ射線 破壞力也最強會穿透皮膚 它手上拿的減納炎 來實測一下是哪一種輻射線呢 這0.63是β跟γ兩種射線 高於背景0.2 用一塊鋁片擋住了之後呢 這個現在要測的就是 穿透力強的γ輻射線 就是0.2左右 表示剛剛測的 扣掉這個γ射線 就是0.4多的β射線 也就是有生物效應的β射線 敢用能譜儀檢測 顯示出的綠色柱狀就是 甲40 甲出來了 甲40 哦這個是假事實 對 綠色的就是ROM 有沒有看到 ROM 就是ROM material 就是天然放這些物質 原能會 只要報告裡面 要看色衣三型 就像原能會說的 要靠運動排汗就能排掉 那排不掉的人怎麼辦呢 赫立衛博士講得很明白 輻射留在骨骼裡面 劑量最大的劑量 吸收就是 時間 過來就是屏蔽 過來就是距離 對 你時間曝露越久 你吸收越多 對 距離越遠 你吸收越少 對 過來屏蔽 你知道這是αβγ 你適當用什麼東西把它隔離 像日本食物要進口 是 你源頭真的很重要 這就是我們今天食安環境 政府有把關 但夠不夠呢 如果希望吃得更安全一些 今天內容 希望對你我都有幫助 喜歡賴小英 維尼王的食安趨勢報告 記得在下面訂閱 按讚分享 並且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次見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凍杏 我們 請問我們 我們在一起 請問我們 來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